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澳洲派出了最新的外交部长 而他的外交部长很快地就参加了四方会谈 在这次里头明白地表示 他们加入美国的这一反对中国 加入唯独中国的行列 澳洲工党党魁艾班尼斯所说的改变 其实是澳洲的政坛大翻转 因为工党在21号的国会大选中 击败自由党领军的执政联盟 成为近十年来首位工党总理 现年59岁的埃班尼斯 埃班尼斯能赢得选民青睐 部分和他的出身背景有关 埃班尼斯的母亲年轻时在度假邮轮上 邂逅一名意大利籍服务生 之后未婚怀孕生下了埃班尼斯 靠着微博的身杖补助金 在公共住宅里抚养儿子长大 由于当时社会氛围保守 埃班尼斯的母亲不想儿子被人指指点点 而谎称他的父亲很早就意外身亡 直到埃班尼斯14岁才得知自己的身世 而埃班尼斯也很争气 雪梨大学经济学毕业后不久便投入政坛 曾在前总理陆克文执政期间担任副总理 也是目前澳洲资历最深的政治人物之一 只是埃班尼斯虽然是经验丰富的政坛老鸟 却缺乏个人魅力 他为了这场大选特地减重18公斤 打扮也更加时尚 我连续认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是的 我知道 我说你什么事 我饿了 我实际上饿 事实上这次大选的最大赢家 其实是包括绿党在内的独立派小党 资料显示 在过去两次国会大选中 每四人就有一人投给独立派 显示澳洲选民已经厌倦两党政治 另一方面 澳洲近年频频发生森林野火 水患等天灾 让澳洲人更关心气候变迁议题 寄望支持大量减少碳排放的独立派政党加入执政联盟 做出真正的改变 在气候变迁议题上 工党执政后必须达成2030年前 减碳43%的承诺 此外 工党也答应选民 会让基本薪资随着通膨率调涨 提高儿童及老年招户补助等 在外交政策上 工党承诺发展最新国安防卫科技 并把防卫网扩展到太平洋邻国 投注650万澳币 约1.4亿台币经费 成立太平洋国防学校 这些动作全是针对中国而来 因为中国和索罗门群岛在今年4月 签署安全协议 允许中国军舰停靠锁国 等于让中国军力直逼澳洲后院 中央时代表现了一段时间 中国军舰的方向 中国军舰进入国际 一是一种原因的原因 我认为了这么重要 我认为了 这个国立的设计 在東京 在我第一次在职业的职业 在中央时的时间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一个问题 的主题 中央时代表现了 中央时代表现了 美国、日本、印度、印度、印度、 从过往来看 工党向来被视为叫亲中的政党 会说中文的前工党总理陆克文 在2008年执政期间 因为担心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提出的四方安全对话 影响澳洲双边关系 而让当时的外交部长 当着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的面 宣布澳洲退出这项高萌芽的国际机制 如今的工党总理埃班尼斯 则是宣誓就职当天 立刻带着新外长黄英贤 飞往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 中国国际国务博士参加国务博士 后来当国务博士参加国务博士 澳洲参加国务博士参加国务博士 我们不能够做这些 我们需要真正进入北海 因此Penny Wong 我的国务博士 爱班尼斯任命黄英贤担任外交部长 但别以为马来西亚华裔出身的他 会对中国放软身段 事实上他近年多次以影子内阁外交部长的身份 批评中国 包括对中国在2020年驱逐澳洲记者表达不满 也曾公开声援香港政治难民 对于工党上任后的对中政策 外界也能从黄英贤在上任前的这段访问 搜出一点端倪 换句话说 工党上台后 不会改变澳洲在外交上的亲美策略 而在如今选边站的世界潮流上 亲美似乎就等于反中 澳洲如何能在美国阵营中 继续维持和中国之间的最大贸易伙伴关系 成为爱班尼斯政府的一大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